同学们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深度学习基础介绍机器学习课程第七阶段的第七节课的内容 那么在前面几节课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线性回归,Linear Regression,以及非线性回归的理论基础以及应用 那么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在线性回归中跟大家讲到 我们可以用一个直线或者用一个超平面来逆合我们要模拟的这个点的分布 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直线它算出来之后呢 我们怎么知道这个音变量和字变量中它的相关性的强度关系是怎么样呢 他们是,比如说我们之前学到这个Simple Linear Regression,就是简单线性回归 那么X和Y它的相关度有多大呢 所以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介绍这个回归中 也就是适用于线性回归中非常重要的两个概念 衡量两个量这间的相关度的一个重要概念 还有就是一个叫R平方值Rsquare这两个概念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内容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回归中 也就是Regression问题中的两个重要概念 一个是要相关度,一个叫R平方值 好,首先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叫相关度的概念 什么叫相关度呢 英文叫做Pete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中文翻译过来叫皮尔逊相关系数 它的含义是说,假设我们要衡量两个值线性相关的强度 用它来表,用量来表示的话 我们就用这个Pete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来表示 那么这个量呢,它的取值范围是在-1到正1之间 包括-1和1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假设这个量它是大于0的话呢 它表示这个两个值之间是线性正相关的一个关系 假设,假设这个correlation,就我们说这个相关系数,它如果是一个复值,就在0到-1之间呢 我们说两个量是负向相关的,或者说反向相关的 如果当这个R,也就是说我们说的correlation等于0的话呢 我们说两个量之间无相关性,没有相关性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数学定义啊 就是我们所指的这个correlation 皮尔逊相关系数,怎么来计算 那么它的公式是这样的 首先这个R,我们可以用R表示啊 也可以用R表示这个相关度 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Pete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那么它等于其实就是两个量之间的correlation xy就是两个量,是吧 我们这个cor表示correlation,就是相关性 那它是怎么来定义呢 首先它是一个分数 那分子指的是这个cov 这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概念 这叫covariance 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一个统计学的重要概念 叫variance,也就是方差 那么covariance呢跟variance有点相似 方差指的是针对一个变量 我们算了一个相对于它的离散度的一个衡量 那这里的covariance呢 对,就指的是 大家可以理解成一个相关性的一个方差 就是说有两个量 它们之间的相关的这个方差度大小是多少 所以呢我们看到 这里我们在covariance呢有两个值 就是x和y 我们通过这两个字变量来算一个相关度 我们在下面的公式会详细给大家介绍如何算这个covariance 然后这是分子是covariance 分母呢我们看首先是一个开平方 那里面呢是两个值 也就是x它的方差variance 与y的variance的一个成绩 大家看到 就是说分子是一个xy之间的covariance 分母是x和y分别的方差variance成绩 之后再开方 好,那把它写开呢 顺便我们就要看一下 这个covariance它怎么定义怎么算 因为variance我们之前学过了 它就算了,是吧 那么covariance怎么算呢 也就是说我们根据这个x 每一个x和它的平均值乘以对应的y和它的均值 它们的这个成绩 我们之前看到 就是说我们variance好算 对不对 因为我们就是说每个值和它的均值的差平方 然后全部加起来 再除以多少个就可以了 这里呢,其实我们因为有两个量 所以就变成了 先算成绩,对吧 就是每一个x 比如说x1减去x均值 乘以y1减去y的均值 然后这是一个成绩 再对x2和y2计算 然后把这所有的成绩加起来 我们要除以一个n 这里呢,就是我们要算的这个 这个covariance 然后底下呢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所熟知的这个variance 就是说x我们看到因为上下分母都要除以n或n减1 所以我们这时候就把它上下抵消了 也就是我们看到在分母呢 我们本来是一个variance方差的公式 就把之前除以那个分母抵消了 所以就只保留上面这个每一个值和它平均值的差 这应该有一个bar 有一个小横杠 它的平方值全部加起来 再乘以y减去y的均值 然后所有的差平方就和 好,那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来怎么让大家熟悉一下这个公式 假设我们有一组数据如何来计算 它们之间的这个correlation 也就是相关度 好,假设我们两组变量 一个是x,一个是y 那么x这里面现实中有很多意义 我们可以赋予啊 随便举个例子 就是说假设x呢是一个人他上班需要走的距离 y呢是他周末出去旅游需要走的距离 我们看起来看这两个之间有没有一定的相关性 所以呢我们看到x 假设我们有1,2,3,4,5,6有6个值 y有6个值 下面我们就拿这个excel表格 我跟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如何来计算这个correlation 假设我们有这两组数据 好,我们来一起来算一下 就根据这个公式啊 我们来熟悉一下这个correlation的算法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值数进去啊 我们就是x 这个稍微调整一下 我们看到原始的数据 x有x和y 所以我们就说到这里 就是x 有y 好 那x是1,3,8,7,9,28 那么y呢是10,12,24,21,34,101 好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底下这个公式啊 我们要求也就是说首先我们要求均值对不对 所以我们叫有一个新的一列 把均值先算一下 好 顺便我们跟大家教一下在excel中一些简单的一些公式的应用 所以我们这里要算x的均值我们首先双击单言格 然后有一个等号 这就是我们要输入数学公式 然后呢在excel里面这个均值啊是average 然后呢我们要把x的所有值都选选进去 对不对 然后回撤 好 这里我们看到均值 然后这里面因为我们每一个值 这一列我们都想填一样的数字 都是表示x的均值啊 所以在excel有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如果下拉的话呢 它会相应的 我们看一下 它会把我们定义的这个公式也会下移 所以我们现在不想让它下移 我们想每一个单元格都输入的 求的均值的范围都是这个范围 所以我们需要加一个这个dollar sign 就是这个s 美元的这个sign 这样呢我们就把它锁定住 就是说我们对于每一个单元格 我们要求的都是这一列的均值 好 我们现在再复制一下 大家还给大家教一下这个excel 这个如果要复制的按钮啊 就是把鼠标清理到右下角 我们看到这个光标 变成一个小的十字形 这时候我们就轻轻把它下拉 让大家看到 我们就等于说锁定了每一行的值 都是这个范围 好 现在同样的方法 我们把y的均值求一下 那么同样呢 我们输入等号 然后average 这时候我们把要求的y的值范围选进去 好 然后呢我们同样是要锁定y值的范围 所以我们跟这个单元格的坐标 这个c和2 前面都加一个这个$3 好 所以y的均值是33 好 这是我们算出来x和y的均值 那么我们看到我们公式中 要求x-xbar 就是x和x均值的差 乘以y和y均值的差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把他们的差算一下 好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在创建一个新的名称 我们这里面想算这个x-x均值 是吧 x-bar 那很简单 所以还是同样方法 我们输入等号 然后呢 我们要用每 对每一行来讲 我们要用x-去 这行对不对 x-bar 好 我们看到第一行的结果是-8 现在我们只要用复制的功能 直接往下拉就好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每一行对应的这个差算出来了 好 同理我们现在把y和y的均值的差也算一下 y减去ybar 等于y减去ybar 好 这时候我们复制一下 这时候我们就算出来 y和y的差 y平均值的差 好 那下面我们就要算一个乘积 对不对 因为我们后来是要算乘积之和 所以我们先把乘积算出来 就是说 x对应的x1 加x均值 乘以 这个y减 y的均值 对不对 好 我们再加一列 也就是说 我们把这列名字可以叫 x-x均值 乘以 这个y减去 y的这个均值 好 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两个数简单的乘起来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还是等于它乘以这个差 y的差 好 我们看到通过这种方法 我们就把差的乘积算出来了 然后之后呢 我们需要求和好 我们后面再算 那么下面一步我们看一下粪母 粪母的话呢 我们需要计算这个 其实是方差了 我们只不过把粪子粪母算方差的时候 我们把那两个粪母抵消了 所以只剩下上面相乘的部分了 没有除以n或者除以n-1那一部分了 那么现在呢 这个x-x bar已经有了 所以我们要算它的平方是吧 所以我们就把这列平方一下就好了 好 那我们现在先写一下是吧 就是x-x bar平方 所以我们在这里简单就是直接给每组的这个数平方一下就好 好 然后我们复制一下单元格 同理我们现在对y也算一下这个 y-gy的均值的平方 y-gy的这个均值 让它的平方 这时候呢 我们用这个值 还要先输等号 大家不要忘 这个值让直接求平方 好 我们现在把它下拉一下 这里呢 我们求出来了这个x值的平方 是吧 所以现在大部分的工作就做完了 后面我们就要求几个和 那么现在假设 我们现在要修改数据的话也非常容易 因为在excel里面我们定义的方程的形式 所以只需要稍微修改方程就好了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组数据 我们不想要最后一行数据了 我们只需要算前面这些数的方差 并且算出来他们之间的这个correlation 相关度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方程改成 比如说之前是b7 我们先改到b6 然后我们再复制一下 这样就把相应的量也就更新了 大家看到所有的量也就随机更新了 所以我们现在 假设不要最后一个数 我们比较多改成6 所以相应的量也就更新过来了 好 假设现在我们就以 这个量 刚才这 有点小问题啊 我们刚才改过之后 因为在x bar的这时候 我们看到我们算的是这组的 不要最后一个数 这组的均值 然后在这个 y bar的时候呢 我们算这组均值 然后我们需要把它重新复制一下 好 然后x减去x bar 我们看到了 这里呢是y减y bar是吧 那我们重新输入一下啊 y减去平均值 好 然后我们重新复制一下 然后这里是x乘x bar 减y乘y bar 没有问题 下面呢是x和x均值的差 它的平方 这里必须修改 然后y减去y bar 它的平方 好的 好 现在我们假设 我们不使用最后一列数 最后一方数把它删掉 这时候呢 我们需要求和 对不对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算出来 每一组的差值 我们需要把 对于分子呢 我们需要求哪些和呢 就是这一列的和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提个名字 叫个sum 好 很简单 我们可以为了方便期间 对每一列都求和 然后把它复制一下就好了 所以呢 现在在excel里面的求和公式 也是等号 然后sum 就是求和 然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求和的这个数字 全部填进去就好了 也就是说这个单元格 它等于以上所有单元格的和 那么我们如果要同理 就对每个单元格 对它每一列都求和 所以我们把这个方程 只要复制一下就可以了 好 我们一直拖到最后 这时候我们就每一列都求出来了和 大家看一下 好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步 所以我们的分子是 每个x和它的平均值 乘以每个y和它的平均值 这个乘积的和是吧 也就是说是我们其实就是这一行 分子就是这一行 好 那么我们最后来算一下这个correlation 我们就写到这吧 我们的r等于什么呢 等于 这个和 对不对 除以什么呢 除以我们要 首先要开平方 所以在excel里面开平方是这个square root 方程是sqrt 代表square root 开方 好 下面我们要 算出 这个和和这个和的成绩 对不对 大家看到 x减去x bar平方 所有已经加起来了 他们俩的成绩 好 那我们先输进去 就是 这个数 乘以 i8 对不对 不对 是j7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乘以这个数 它两相乘 好 所以我们算出来 这个相关度 就是0.94.03 那么这个0.94.03 是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们看到 我们之前说的 这个相关度 是在-1到1之间的 这里呢 0.9是个正值 说明这两组数 是正向相关的 也就是说 总体来说 一个数变大 另外一个数也变大 然后呢 它们两之间的关系 其实相关度非常大 我们看到 0.9的话 接近1 因为1是完全线性关系 假设每个x 给它乘以2的话 假设我们这个速度 在匀速度中 这个距离和时间的关系 就相当于一个 相关度等于1的 就是完全是线性相关的 这里面相关度非常强 0.94 好 那我们再回到刚才的例子 我们有用最后一个数据 我们把它删掉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一些其他的例子 给大家看几个别的例子 比如说大家看 第一个图 这下面的三个图里面 第一个图 它呢 我们这个 画完这个线性回归的线之后 它是一个 从左下方到右上方倾斜的 一条线 那它们就是一个正向相关 对不对 因为我们看到 总体来讲的话 当x增大的时候 y也增大 但是这些点 它不是非常密集 它如果跟这个直线很靠拢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强相关 是吧 所以这是一个r等于0.4 也就是correlation 相关度等于0.4的一个图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刚才我们算的这种情况 它这个点会和这个直线更密一些 然后中间这个图的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这个线 点我们看是完全 如果是这样散布在左右 它没有一个上下或向下的趋势 如果我们做一条建模 做一条这个回归线呢 它是一个完全是平的 也就是说 我们算出来的r 如果等于0的话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它x和y这两个变量之间 没有任何的相关性 那么第三种图 就是说 假如说像这种情况 我们看到了 也就是说 当x逐渐增大的时候 y再逐渐减小 那它们两个是一个负的相关性 对不对 那它就是 这个图 假如说r等于负的0.4 画出来的图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图中可以看到 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r 跟这个线性回归的联系 包括跟我们刚才算的这个值 它们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 这个线的方向 决定了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 这个点在线周围的密度 和它和线靠拢的程度 决定了它的相关度大小 但我们具体要算的相关度 还是根据刚才我们公式 希望同学们理解了刚才的公式之后呢 就比较会熟练的掌握 如何计算correlation 好下面我们看一个第二个 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r平方值 r平方值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它的定义是说 它是一个决定系数 也就是说 当我们有一个线性回归的 一个线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把这个模型做出来了 把这个线画出来了 也就是说 假如说对于简单线性回归 有两个量 x和y的话 我们已经知道 它的斜率和结局是多少了 那我们想知道 这条线到底能把 这个数据能解释多少呢 它就需要一个度来衡量 所以我们叫做决定系数 也就是说 反应应变量的全部变异 能通过回归关系 被次变量解释的比例 这句话比较绕口 大家再解释一下 也就是说 x是次变量 对不对 我们还记得之前的这个模型 y是因变量 那么y它有一定的 我们叫variation 就是它变异 就是它的变化程度 它一部分是由x引起的 还有一部分是它自己 一部分变异的成分 所以我们通过做这个模型 能够解释百分之多少 y的变化 这样一个衡量 我们就叫做r平方值 所以这个r平方值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 我们建模之后 我们想知道我们这个模型 多大程度上 可以解释我们的数据 我们经过往把r平方值求出来 所以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对一个数据 我们已经算出来 它的regression 它的这个回归线 我们已经算出来了 那么我们把r平方值也算出来了 假如它等于0.8 我们之后会给大家详细解释 怎么来算r平方值 那么假设我们算出来等于0.8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 表示回归关系 可以解释因变量是80%的变异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能控制啊 这个字变量不变的话呢 则因变量的变异程度会减少80% 就这样一个描述 大家可以再理解一下这个概念啊 就是说 多大程度上我们这个模型 我们百分之多少 可以解释 为我们的因变量的这个变化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字变量不变的话 百分之80 就是因变量会80%的 就变异程度会减少80%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r平方的范围 它是在什么之内 它是在零一之间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r平方 和我们之前学 刚刚讨论的这个r 这个相关度 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 那么对于 简单线性回归来说 同学买自己的什么简单线性回归 也就是说 我们只有一个因变量x 一个因变量 一个自变量x 抱歉 一个自变量x 和一个因变量y 这样的模型 叫做简单线性回归 对不对 所以说 如果简单线性回归的话 那非常简单 如果我们把之前的correlation 相关度算出来的话 直接给它平方 算出来的这个值 就是我们的 所谓的这个决定系数 叫r平方值 这也是为止我们 用r代表这个相关度 correlation 用r平方代表决定系数 它们之间的关系 就是r平方 等于相关度 小r 的平方 那么在多元线性回归里面 也就是说 我们当时讲的 当x 它的变量 多于一个量的时候 我们如何 还计算这个 r平方值呢 也就是说决定系数呢 我们有这样一个公式 给大家介绍一下 也就是说 我们也是有一个分数组成的 那么分数 分子 写的是SSR 什么意思呢 就是sum square of regression 就指的是 我们 由于我们建的模型 造成的这个 能解释多大部分的 这个变异程度 sum square 指的是平方的和 对不对 就是说 我们由于模型引起的 变异程度的平方和 那么 那么 底分子呢 是sst 它什么意思呢 它指的是 sum square of total 就是说 我们所有点之间 所有的变异量是多少 所以大家 从这个分数 也都联系到它的意义 就是说 在我们整体 这个y 它的变化中 有多少比例 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模型 可以解释它的变化 好 那我们进一步看 我们怎么定义 这个ssr sum square of regression 那既然是模型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 这个 首先这三个值都不一样 什么意思 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yi hat 跟大家之前说过 这个hat 它表示的估计值 也就是说 当我们把这个线性模型 这条线画出来之后 我们用这条线来估计 所有的点和做预测 也就是说 这个yi hat 加个小帽子 这个值 对应的就是 这个直线上的 这条直线上的点的值 比如说 xr 在这里 那么 那么它对应的这个估计值 就是在这条 我们做一条直线 这条直线和这条斜线 有一个交点 在条斜线上的这个值 它是xi的hat 好 那么减去什么呢 减去 y bar 就是说 y的一个平均值 平均值好理解 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点 都有一个y值 把它加起来 除以多少的点 平均值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绿线 它的坐标 y平均值 那么他们之间 求这个 x平方 再求和 这样就是我们所谓的 sum square regression 那么什么是 sum square of total呢 就指的是 我们 这个y i 什么都不带 没有一个和符号 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真实值 就是我们原始数据中 每一个y值 比如说 第一个点在这 就点对应的这个值 它就是我们真实值 它和这个y的均值之间的 x平方以后求和 我们看到 这就是他们的意义 就是说 我们y 它一共有多少变异 就是它的变化有多大 那么 当然是我用真实值 和平均值之间的 x来求和 平方之后求和 对不对 那么 还有一部分 其实这个东西 可以分拆成两个部分 一部分的变异 可以用我们的 这个model 就是我们建的 这个模型来解决 模型呢 就给我们一些预测 对不对 所以就是预测值和 平均值这样的差 那么还有一部分 就是我们之间 大家还记得叫error 就是一个误差量 那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无法用模型 来解释的那一部分值 那个我们把它叫做sse 所以那个sse加上这个ssr 就等于sstotal 等于总共的这个变异量 好 所以呢 通过这样一个公式 我们就可以了解 我们有百分之多少的变异 可以通过这个模型来解释 这就是我们说的rsquare 它是个重要的量 我们算出来这个量之后呢 假如说它是0.8 我们就说 这个模型 它regression 可以逆合的比较好 因为80%的变异 可以通过模型来解释 假如0.3的话呢 就比较低一些 我们就说不好 这没有一个硬性的规定 但是通常呢 我们有一个线 比如说0.3以下 就比较低 0.3到0.8 就算是高一点 0.8以上 就算是逆合度比较高 好 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啊 所以我们回顾一下 刚才说的这个公式啊 sstotal就是说 每一个单个的真实值和均值 就是每一个点上对应的y值 和这条绿线 它们之间的差 平方以后求和 它表现了就是我们 整体的变异有多大 y的浮动有多大 那么其中有一部分 是我们这个模型可以解释的 那么就是说 我们模型的预测值和均值之间 它的差的平方求和 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剩下的 当然就是说 我们自然误差浮动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给大家解释的 这个小E啊 这个误差值 r 就是说每一个点它的真实值 yi和预测值之间的这个差平方求和 所以这三个值之间的关系是后面两个值 ssr加上sse等于sstotal 好 那么了解了这一点之后呢 我们就知道如何来计算这个rsquare 就是r平方值来看我们这个线性的模型 是不是非常好的可以解释我们的数据 那么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有它的局限性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r平方随着自变量增加会变大 所以r平方和样本量就是有关系的啊 所以呢我们需要校正调整一下这个值 因为样本量增大 我们就会把r平方算出来会它的值也会变大 所以呢我们有一个修正方法 修正之后的公式呢是这样的 我们稍微做一些修正 叫做rsquareadjusted 就是修正之后的这个rsquare 那么它们就要除以一个系数 也就是说我们看一下 我们之前算的这个rsquare是吧 是这个值 然后现在呢我们通过1减去它乘以这个n n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目前有多少个点 cycle size就是我们的样本量是多大 比如说刚才我们那组数据有5组数 n就等于5 然后呢 分母呢是样本量除以我们这个p 就是我们这个dimension 就是我们要预测的这个 有多少个值要进行预测 它们的差就减去1 然后我们用1的整体减去这个分数 那么这个就是为了抵消我们刚才所说的 样本的量对它进行了影响 所以我们算出来一个修正值 叫rsquareadjusted 所以在现实中呢 通常人们用这个rsquareadjusted 来评判一个线性回归的模型 对它的这个逆合度有多好 好 那么本节课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 这个回归中的两个重要的概念 一个是相关度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以及举例给大家进行了计算 第二个就给大家介绍了这个r平方值的概念 所以呢 在我们进行线性回归预测的时候 我们往通过这两个量 来衡量这个线性回归模型 对整体数据逆合的程度 都好坏 假如线性回归不能很好解释的话 可能我们需要通过我们上节课讲的这个nonlinear regression 非线性回归来进行建模 好的 本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将会结合python 给大家教一下 如何在python中实现来计算这个r平方值 好 本节课内容就在这里 本节课中文字幕志愿者 〔和彩曲本开明日后